过去大约70年来 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民主共和两党议员 都认为北约组织是确保稳定的关键支柱 但特朗普总统2016年竞选期间对北约表达的看法 则与这两党共识大相径庭 让我告诉你们 北约组织已经过时了 它已经67岁了或者60多岁了 它有很多的成员国 职责不包括反恐 对不对 职责涵盖对付苏联 而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了 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 表示他不再认为北约已经过时了 但他屡次向欧洲的盟友施压 要他们增加对北约的军费开支 他去年7月出席北约峰会时 就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多年来总统们前来参加这些会议 讨论军费开支 讨论美国承担的巨大军费开支 讨论已经取得的巨大进步 每人都同意大幅提高其承诺 他们承诺的开支增幅 是他们过去从未想过的 分析人士对纽约时报星期二的报道 进行了评论 他们说国防部长马蒂斯最近离职 让他们对北约的未来感到担忧 我认为马蒂斯部长是阻止特朗普总统 实现退出北约计划与兴趣的主要力量 他的去职让总统和政府内任何认为 北约没有价值的人 有惊人的机会去推行退出北约 西马科夫斯基警告说 这种情况如果发生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是主要的受益者 这将是给他的一个大礼 他会认为这等于是鼓励他 未来在欧洲实施侵略 很多专家说 美国国会现在可能需要 举行象征性的投票 向特朗普总统发出信息 显示北约对美国国家安全 和世界稳定的重要性 美国之音记者塞内 华盛顿报道